一到二 与11年前一样 同样是中国球员和美国球员在总决赛的决赛会师 同样的先赢一盘 然后被逆转 郑清文追平了前辈李娜的亚军成绩 而他输给了对手 是还比自己小了二岁的高福 他也被比作是小微的翻版 事实上两人在六年前就已经打过比赛 那是在橘子晚的比赛中 很多球迷都为郑清文感到惋惜 毕竟他距离冠军是那么的近 在决胜盘5比3领先 小分30到15占据优势 距离夺冠只剩下最后的两分 可惜的还是没能拿下 连丢了三局瞬间被高福反超 这是多少人的一难评啊 很多50多又是多的老球迷 熬夜到凌晨3点 就是想看郑清文夺冠的 没想到最后还是遗憾落败 郑清文在技术 体能和心理上都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 一年六四打建了巡回赛的决赛 他对得起自己的世界排名 当然如果用一个总决赛的冠军 来结束整个赛季 那就是再完美不过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事 都是那么完美的 就像郑清文所说的 他只发挥了自己六七成的实力 这场实力也激励着他找出问题 弥补不足 在明年的比赛中继续前进 可赛后 当22岁的郑清文与20岁的高福 站在一起时 我才明白了 什么叫天赋上的差距 郑清文数一方面是自己的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高福发挥的更好 别忘了 半决赛高福可是逼出了世界第一萨 巴伦卡47次飞兽破型失误啊 看上面两个图 据了解郑清文身高1米78 体重70千克 而高福则是1米75 体重只有55千克 不过赛后两人合影的时候 看着高福比郑清文还要高一点 难道他又长高了几公分 不过两人的肩膀和肌肉对比 还是很明显的 虽然郑清文已经练得足够多和努力了 但高福在体重少了15千克的情况下 肌肉线条更加明显 当然就像很多球迷所说的 网球比赛不是健身 肌肉多少并不能代表球员的实力 但从两人身材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 郑清文比高福来说 是稍显柔弱一点的 而且两人的肩膀宽度 差距就更加明显了 高福的肩膀明显更宽大 可以说是比郑清文大了一拳 他甚至与萨巴伦卡比较时 也毫不逊色 在两人6年前的合影中 我们也能看出 高福那时候的肩膀 就比郑清文大了一拳 不得不说 这就是所谓的顶级天赋吧 不是后天练就可以练出来的 就像当年的李娜碰到小薇一样 天赋上的差距 是无法弥补的 我们似乎在郑清文和高福对比中 看到了李娜和小薇的影子 高福的身材 可以说是非常适合打网球的 虽然没有欧美球员那么高的 但他的防守和移动 可以说是最顶级的 有身高有力量 而且只有55千克 这样的体重能帮助他快速的移动 如果你看了昨天凌晨这场郑清文与高福的比赛 你就会发现 高福的防守几乎是无处不在 第一盘没让郑清文发出一季A4球 也就是说 在他体能充沛的时候 郑清文什么样的球 他都能接住 这就是高福的天赋优势 再加上他黑人的体能优势 也难怪这两年高福的成绩飞速提升 不仅是自己后天的努力 先天的顶级天赋也是他的加分项 当然 郑清文也并非没有机会 既然天赋比不过 那就比后天的努力和性格的强大 李娜在强手如临的高手中 也多次打进大满贯决赛 并拿到了两个大满贯的冠军 而且郑清文才22岁 未来我们也相信他一定也能做到 网球场上的青春对决 当东方新星遇上西方天才 昨晚熬夜看完郑清文的比赛 我激动的睡不着觉 这个22岁的姑娘用6 3 7-5的比分干脆利落的拿下杰克名将雷基茨克瓦 杀入WTA年终总决赛 作为一个看了20多年网球的老球迷 我深知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网球新的里程碑时刻 说起来 坐在电视机前追网球比赛 已经成了我这几年最大的乐趣 记得李娜当年打澳网决赛那会儿 我熬了个通宵 嗓子都喊哑了 现在 轮到我们为新一代的网球小花加油呐喊了 这次WTA年终总决赛的决赛阵容 格外吸引眼球 东方新星正亲文对着美国天才少女高福 北京时间今晚零点 这两位灵明后小将将在坎坤的球场上展开巅峰对决 一个是刚刚升至世界第五的亚洲一姐 一个是已经拿下美网冠军的天之娇女 都是网谈新生代的佼佼者 说到高福 这个2004年出生的姑娘可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记得她15岁时在温网一名惊人 当时就被媒体称为网谈小微接班人 果然不负众望 去年在美网夺德个人首个大满贯冠军 高福的球风就像她的性格一样 既有少女的灵动 又有美式的奔放 关键球总能豁得出去 而郑钦文呢 这个来自湖北的姑娘 打法细腻稳健 发球制胜率高 尤其是反守卫的长线球相当有杀伤力 从排名第120多位一路打到现在的世界第五 这份进步速度着实惊人 更让人嬉喜的是 昨天高福帮郑钦文报了仇 干掉了此前多次让郑钦文吃亏的萨巴伦卡 这场决赛 不仅是两位灵明后新秀的对决 更是东西方打法的碰撞 高福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讨起来谁都挡不住 郑钦文则如同一把锋利的宝剑 出招精准致命 一个代表着美式网球的开放奔放 一个展现着东方选手的细腻沉稳 现在的女子网谈 已经不是当年那种欧美选手称霸的局面了 亚洲选手频频展露头角 日本的大阪之美 德里娜都拿过大满冠冠军 如今 郑钦文站在了通往巅峰的最后一步 她的每一场比赛都牵动着无数国人的心 记得李娜曾说过 在球场上 没有不可能 今晚零点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场青春对决 无论结果如何 两位零名后小将都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证明 网球场上 从来就没有年龄的界限 有的只是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追逐 对于我们这些球迷来说 最让人期待的不就是这样的比赛吗 两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在属于他们的舞台上尽情发挥 谱写属于新时代的网球传奇 让我们一起期待今晚的精彩对决 见证新一代网球女将的巅峰之战 11月10日凌晨 郑钦文1比2被高幅逆转 眼中含泪 但胜五大不可思议22岁的郑钦文 站在WTA年终总决赛的舞台 一贯军只有一不知遥 这本该是一个多么完美的结局 一个赛季50胜的辉煌战绩 一枚沉甸甸的奥运金牌 如今只差这最后一块拼图 可命运偏偏喜欢开玩笑 太让胜利的香槟在手中滑落 换成了一蓬苦涩的泪水 挽救全部五个破发点 强势拿下手盘的女孩 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如此戏剧性的崩盘 3比1的领先优势 仿佛是海市蜃楼 转瞬即逝 高幅的反击固然犀利 但郑钦文自身的心态不动 才是导致这盘棋输掉的真正原因 竞技体育的残酷就在于此 它不会因为你曾经的辉煌而手下留情 也不会因为你年轻而网开一面 决胜盘的到来 让比赛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 当郑钦文拿到冠军点时 全场观众都屏住了呼吸 胜利的女神似乎已经向她伸出了橄榄枝 可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 她的发球局势守了 网球这项运动 有时比拼的不仅仅是技术 更是心里的较量 在巨大的压力下 谁能顶住 谁就能笑到最后 很显然 这一次 幸运女神站在了高福这边 随后的抢气大战 更像是一场噩梦 比分交替上升 每一分都牵动着球迷的心 高福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比赛 看着郑钦文眼中含泪 你很难不去心疼 这个努力了一整年的女孩 她已经足够优秀 只是这一次 运气不在她这边 有人说 这场比赛是郑钦文职业生涯 最艰难的一场失利 我并不完全认同 输球的滋味固然不好受 但她也是成长的一部分 与其沉溺于失败的痛苦 不如从中吸取较血 继续前行 22岁 对于一个网球运动员来说 还很年轻 未来的路还很长 郑钦文还有足够的时间 去弥补这次的遗憾 这场比赛也引发了 人们对郑钦文 未来发展的思考 556万美元的年度总奖金 WTA年终排名第五 这些耀眼的数据背后 是郑钦文日复一日的 刻苦训练和不懈努力 她已经成为了 中国网球的领军人物 她的值得我们期待 或许这就是 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她充满了不确定性 充满了戏剧性 不到最后一刻 你永远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胜败乃兵家常事 重要的是 永不放弃 继续追逐梦想 郑钦文 请擦干眼泪 继续前进 你的依旧光明